针对日本明古巫市市长何孙隆之否认南京大屠杀的发言 南京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家宝7日表示 如果何孙撤回自己错误的发言并道歉 南京市与明古巫市的姐妹城市关系才能修复 不过何孙隆之3月8日再度表态称无意收回发言 南京市政府已经宣布延期举办原定在9号开始的南京日本州活动 而日本明古巫市长何孙隆之8号再向记者表示 称自己真实想法被误解了该说的都已经说了 再度表明无意收回发言 明古巫市长何孙隆之的回应引发日本社会不满 多家媒体发表社论要求尽快挽回何孙发言的恶劣影响 让日中友好交流尽早恢复正常 朝日新闻发表题为何孙发言不要忘记日中大局的社论 批评何孙的做法太欠考虑 日本驻港总领事威婉忧次日前在香港表示 这只是个别市长的言论不代表日本政府立场 日本政府对过去发生的事一直感到愧疚 并再次代表日本向中国人民致歉 有专家分析面对来自日本舆论的批判和指责 何孙之所以能够继续强硬 是因为日本国内右翼势力对其言论表示支持 据独卖新闻报道 遭到过中韩强烈批判的日本右翼团体 新历史教科书编转会六号举行集会 四百人参加支持何孙言论 象征性的通过支持何孙的决议 不过何孙本人并没有出席 我们也没办法去要求日本它政治家的素质 甚至有时候政治家可能一定程度上 它素质就是不高 因为它像那种选举制度划得好的时候 但真正能够迎合选民是它最根本的东西 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上还是 就是说一方面谴责 另外一方面也不用对他们搞太大的希望 感谢观看